感谢主 是的 我们爱可以让世界不一样 让我们弟兄姐妹之间 彼此微笑彼此的原谅 能够让我们的爱散发在我们周围当中 可是今天早上 我好像没有看到很多微笑的脸孔 可不可以跟你们旁边的弟兄姐妹 微笑一下 让我们的爱能够 散播在空气的当中 让神的爱能够在我们当中被彰显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犹大书 这个礼拜跟下个礼拜 我们两个礼拜的时间 要跟大家分享犹大书 犹大书只有一张很短的信息 在启示录的前面 因为太短了 所以很多人就把这一段经文 而且有一点艰难 所以很多人都习惯 把这一卷书卷忽略过去 但是其实这一卷书信里面 有很多的教导 在今天的教会里面也相当的适用 所以让我们今天早上 我们一起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们请你们替我祷告 刚刚你们念过的这段经文不容易 它这段经文其实是很短 那么它大概可以分作是两大段 前面的这一大段 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犹大告诉收信的人 当有一些异端跟叛离真道的教导 临到教会的时候 他们的一些的症状 以及他们会产生的伤害 那么第二段就是讲到 犹大怎么样子的提醒这些的教会 要预备他们自己来提防这样子的教导 如果用医生的话语来说的话 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一段就是整段 整段把脉 告诉他们有哪些的问题 下个礼拜 佛牧师要带我们看的 佛牧师要下处方 就是这么两大段的内容 讲到这个犹大叔 那么 讲到这个异端邪教的这个教导 他们基本上就是把我们似是而非的一些道理 把它稍微扭转一下 就成为可以迷惑众人的 今天你们如果有手机的话 你们会发现 常常是不是有诈骗集团打的手机电话 我一天起码要接到五六通 有的时候还有email寄来 我就记得常常收到email 有人在非洲那个地方有一大笔的存款 被冻结在银行里面 只要我肯帮他忙 把我的户头给他的话 他就可以给我一大笔很大的现金 哎呀 这个好事 怎么能不做呢 我在想说 怎么会有人上这样子的档号 我就去网上查了一下 结果 美国的联邦政府 他们有统计 在去年 在美国有超过三万个人受骗 损失金额高达两百多万 好 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在我们看起来是很容易的 但是呢 很多的时候教会里面一些扭曲真道的 会把我们的真理带偏的 所以今天犹大叔要告诉我们的内容呢 就是在这个地方 好 所以今天我们要看的是第一节到第十六节 下个礼拜 冯牧师要带我们看的是在第十七节到第二十五节的地方 那么我把这一段的经文呢 除了问安之外呢 我把它分成三个部分跟大家分享 第一个呢 就是这些叛离异端呢 他们假教师呢 他们希望在我们的基础的信仰上面呢 要动摇我们的信仰 第二段呢 我们再看这些人还有一个特征 就是在团队的这个当中 服饰的当中呢 会制造一些的破口 第三件事情呢 是他们在生活里面的放纵私欲的情况是什么 所以呢 我们首先来看这个问安的那个部分 在前面两三节的地方呢 这本书的作者呢 他自己说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 是雅各的弟兄 这是作者是以这样子的身份来自称 在新约的时代有很多人叫犹大 所以呢 光讲犹大呢 大家不太清楚是哪一个犹大 你们记得主耶稣基督的门徒里面 就有两个人叫做犹大 那么但是呢 这个犹大呢 他很清楚地把自己 说明给大家说 我是雅各的兄弟 兄弟犹大 他是雅各的弟弟犹大 那么这个主耶 你们晓得主耶稣的两个兄弟 一个是雅各 一个是犹大 所以我们推测很可能这本书的作者呢 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弟弟 他的肉身的弟弟 犹大写的 那么 为什么犹大要称他自己是 主耶稣基督的仆人呢 我有一个哥哥 现在在台东 我很敬佩他 因为他从小读书 读得比我好 人也比我聪明 但是要我说是他的仆人的话 我可能说不出口 我不晓得你们可不可以这么做 虽然我很敬佩我的哥哥 但是为什么 犹大会称主耶稣基督 为他的仆人呢 你们晓得 其实他们在跟主耶稣基督 一起成长的过程 主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 犹大跟雅各 他们可能还不太相信耶稣 他们认为耶稣是癫狂了 有一次耶稣的母亲 耶稣在外面传道 不吃不喝好几天 耶稣的母亲带着他的兄弟们去找他 然后耶稣还说 这谁是我的母亲 谁是我的弟兄 那么他们都认为说 耶稣是癫狂了 为了父神的工作呢 如此的热心 可是呢 事情转变呢 大概可能是在主耶稣基督 从死里复活以后 耶稣的两个兄弟 跟耶稣其他的门徒呢 都从一个小心的态度 转变成一个愿意 为主耶稣基督 牺牲他们自己生命的态度 所以从犹大 这一位主耶稣基督 肉身的弟弟 他的改变 他在主耶稣基督的面前 他对自己的态度跟身份呢 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 主耶稣基督的神性 那同时我也在想 犹大他有信 可以成为主耶稣基督肉身的弟弟 但是我们今天的信徒 我们跟神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 但是神竟然愿意将他的儿子赐给我们 让我们可以成为他的儿女 在跟神祷告的时候 称呼他为阿爸父神 这是一个何等的恩典 跟何等尊重的事情 神所赐给我们 希望我们能够效法犹大在神的面前 虽然神称我们为他自己的儿女 但是我们在神面前的态度 始终应该要保持着像犹大一样 神啊我们愿意在你的面前成为仆人 求你使用我们 这个是这本书的作者 那么他写信的对象是谁呢 从第一节的地方看起来 他是写给当时的信徒们的 可能不是给某一个教会 或者是某一个人 是希望这封书信能够写出去 流传在各教会当中 让许多人观看 让许多人学习的 所以并不是像保罗写的一些的书信 有的是专门寄给某一个地方的教会 或者寄给某一个弟兄 那这一封书信呢 他addressed的人呢 是那些被招在父神里蒙爱 为耶稣基督所保守的人 那么他很简单的问安结束了之后呢 他就讲了一句宇宙心肠的话 他说什么呢 他说我本来是想要写信 跟你们谈一谈我们救恩的内容 但是呢 可能有一些什么事情发生了 他不晓得为什么呢 就把这个心意转变了 他说呢 他必须要写信啊 告诉他们 劝诫他们把神的真道呢 要竭力地为他争辩 那这是一种 你从他的隐约当中可以看出 作者他那个 那种心态 那么你们刚刚念的经文呢 我想大概有一些人看到 他所说的话是相当地严厉的 我就在想什么时候 有的时候我记得我孩子还小的时候 我会对他们也是很严厉 那那个时候为什么我会对他们那么严厉呢 我就是恨铁不成钢的那个心啊 那个焦虑的心啊 希望他们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 有时候一不小心 我们这个严厉的心就会出来 犹大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见的是 他对于这一些的信徒们 他们可能会流失 可能会走偏的那个焦虑呢 促使着他 他说我必须要借着这封信 把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 为你们宣讲清楚 叫你们不要被这些假师傅所引诱 就带走了偏离了真道 弟兄姐妹 真的是爱之生 责之切 给他